机场有超过300万人进出 防疫专家苦劝防疫规定不能忘 CDC更示警表示 接下来到耶旦节之前 全美恐怕将会再有3万人染疫身亡 感恩节前全美上空又热闹起来 短短三天内 美国各地机场超过300万人进出 光一天之内就有100万人搭上飞机返向出游 美国汽车协会也预估 今年感恩节旅游人数比起以往只会下降一成 连CNN主播都无奈 度假逍遥胜过防疫 瞧瞧这机场人潮 丝毫感受不出这是全球疫情最严重国度 美国至今1250万人染疫 超过25万人身亡 新增病例数趋势图显示 美国人面对病毒 没有放下警戒心的资格 但关不住民众过节欲望 专家拜托至少做好风险评估 美国CDC市井即刻起到耶旦节前 全美将再有3万人染疫身亡 全美超过一成医院 人力严重短缺 以能预见美国疫情将出现灾难性死亡 至于最受瞩目的 美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 今年确定改成预录转播 不让民众现场群聚